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雅鞠 第1859集 云顶身 张若曦却是抿嘴一笑道 先生骗我 杨凯神色一善 也没解释太多 儿时说道 把这个东西服用下去 然后自己寻一个卧室 好好修炼着吧 我过几日要外出一趟 你乖乖待在这里 别到处乱跑 先生又要出去吗 张若曦抬头看了杨凯一眼 抿了名嘴 问道 要不要奴婢陪师在旁 不用了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 杨凯起身 微微一笑 静止朝自己平日里修炼的房间走去 带到杨凯走后 张若曦才重新打量起那枚灵灯 看了一会儿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伸手捏起放在鼻尖嗅了嗅 发现清香扑鼻 美眸闪动间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面色微微一红 捏着那灵丹就放进了嘴中 灵丹入腹 当即化作一股热流 往四肢百害涌去 张若曦面色一片 哪敢怠慢 连忙冲进那最小的一间卧室 盘膝打坐 墨运玄公 她扶下的那一枚灵丹 自然是应该花费了几十万元金 派买来的暴洁洗髓丹了 有这一枚灵丹相助 张若曦在静生虚王镜之前 本身的资质将会得到十足的成长 也会大大的缩短修炼所需的时间 小丫头年纪虽小 但见识却不少 自然知道 这样一枚生有单纹的灵丹 价值不菲 或许亲近整个张家的彩礼 也不一定能得到这样的灵丹 心中对杨开的慷慨 自然是大大的感激 另一边 房间内 杨开的看到张若曦 扶下暴洁洗髓丹 前去打坐修炼之后 这才一挥手 将房间的禁止全部开启 先及 她取出近十枚空间界来 开始整理这次的收获 半个时辰后 杨开面色欣喜地 望着面前分门别类 整理好的一切 近十枚空间界中 单是圆晶 便让她收获了八百万多 其中要说寒冷的圆晶最多 几乎有六百万之巨 想想也是 当时在拍卖大会上 寒冷为了跟宁远城争抢流银 可是出价六百多万的 她手上要是没有这么多圆晶 哪敢随便开口 如此多的圆晶 简直让杨开欣喜若狂 她之前辛辛苦苦积攒 才不过攒了百万圆晶而已 一场拍卖大会下来 又花掉了几十万 如今竟一下就得手八百多万 看样子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阎开都无需为圆晶而发愁了 除了树木庞大的圆晶之外 自然还有一些丹药之类的 不过这些丹药对阎开没什么用处 身为炼丹师的她也有些瞧不上眼 不过也可以拿出去卖掉 密宝方面的收获也不小 除了还躺在小玄界内的那精美楼船之外 但是道元级的密宝 阳开就收获了三件之多 其中一件 正是寒冷之前使用过的长件 虽然只有道元级下品的层子 但也让阳开足够满意了 另外一件 则是宁远城拥有的一件甲衣 那甲衣也不知道 是用什么材料炼制出来 当此同为道元级下品 不过身为防御秘宝 它的价值自然要比长件高出一截 这第三件 自然就是寒冷此前 竞拍得到的墨浴顶了 这可是道元级中品的炼丹炉 拥有诸多神奇的功效 寒冷当时花费巨大彩礼拍下 估计也想不到 很快就会便宜扬开 除了这三件道元级密宝 其他的都是一些虚王级密宝 凑在一起也价值不菲了 另外还有一些材料 有炼丹用的药材 也有炼器用的矿物 都被杨开整理得整整齐齐 这里的所有东西 让杨开最为在意的 便是一块令牌模样的东西了 这玩意儿如果杨开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从寒冷的空间界里搜出来的 令牌不大 只有巴掌大小而已 金光灿灿之色 正面叼着一条杨首白尾 栩栩如生的真龙图案 而背面处则是用上古文字 撰写的一个龙飞凤雾的龙字 杨开放出神念 也动用自身力量 仔细检查过这一面令牌 发现自己竟无法辨别他的材质 搜索脑海中的信息 更是不知道这令牌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不过既然能被寒冷这样的强者 震而众之地放在空间界中 这令牌的来历恐怕非同一般 杨开果断地将他丢进玄界珠中 等待日后慢慢研究 随后他又将那些丹药和密宝收起 神念放出 察觉到张若曦正在利用 暴劫洗髓丹改善自身体内 进展顺利之后 便实实然站了起来 半日后 封灵城黑市之中 杨开将自己手上 尽段时间积攒下来的诸多战令皮 纷纷抛售了出去 封灵城的黑市 无货不知 买家也不会去询问这些东西的来源 虽然价格要比外面便宜不少 但胜在足够安全隐蔽 杨开也没有在一家店铺内全部出售 而是多找了几家 以免被人给瞧出什么 整个过程 他也乔装打扮了一分 更利用神识 屏蔽了自己的容貌 相信 以封灵城这些舞者的水准 是没人看透他的真面目的 带到杨开 从黑市返回之后 手上拥有的元经数量 已经突破了千万大关 一下子报复起来 两日后 杨开正在洞府内 祭练几件新入手的 道元级秘宝的时候 忽然神色一动 从空间界里 取出一个传讯罗盘来 神念往内灌入后 神色一喜 连忙站了起来 片刻后 他失失然离开了洞府 静止朝城门处行去 半个时辰后 距离枫林城 约莫有三万里 枝窑的一片小树林里 杨开从高空落下 还不等他查探四周 前方一道熟悉的身影 便显露了出来 黑黑一笑抱拳道 杨兄速度好快呀 杭兄久等了 杨开也冲对方一笑 回礼道 面前这人自然就是康斯然 刚才杨开接到他的传讯之后 便立刻明白 对方已经准备妥当 不过两人并没有一起 从风林城中走出 而是分头行动 在此地会合 康斯然也是小心谨慎的人 这正合了杨开的胃口 没有的事 我也是刚到 还没喘口气呢 杨兄你就来了 康斯然笑着说道 既然杨兄已经来了 那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出发吧 说话前 一张口 从口中吐出一个 长缩模样的秘宝 这秘宝迎风变掌 很快就变成了一个 长于三丈左右的缩形物体 康斯然掐了几个法掘 往前打出一道原理 那秘宝立刻露出一个小口子来 杨开健壮 顿时明白 这也是一件飞行秘宝了 当下也不含糊 闪身进了其中 等康斯然也进了里面之后 在他的一番催动下 长缩密宝便以极快的速度 朝前方飞驰出去 让杨兄见笑了 我这个飞行密宝 只有虚王级重品的档次 速度不是很快 不过胜在节省力量 总好过你我二人徒步飞行 康斯然一边 预示着自己的飞行密宝 一边说道 杨开含手道 足够了 只是不知道这一去 要多少时间 才能到达目的地 差不多三天左右 康斯然道 正好 我也跟杨兄仔细说说 那里的情况 杨开道 我正要询问此事 当下 两人待在密宝内部 聊了起来 经过康斯然的一番叙述 杨开这才知道 那庙丹大帝 三弟子公孙木的洞府 所在的地方 是一座叫做圆顶山的地方 这座山峰 从原方看去 就如一座宝顶一样 所以便被附近的人称呼为 圆顶山 而这个圆顶山 则是处在烈火殿的势力范围内 早年 康斯然也曾独自悄悄地前去探索过 可惜当年他实力不高 没能破开那洞府的禁制 弄到最后 成性而去 败性而归 按他当时的估计 即便公孙木的洞府 禁制年久失修 也不是徐王境的舞者 能够独立破开的 最起码 也要到原境的舞者 才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才 不得不邀请上杨开 一同前往 否则 以他现在的实力 即便在独自前去 也是无能为力 而之所以会邀请杨开 一方面是因为 公孙木精通炼丹知道 他的洞府对杨开 绝对有巨大的吸引力 不怕杨开拒绝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与杨开 接触的这些日子 让康斯然觉得 他是个可信之人 否则 这种大事 康斯然哪会贸然地 邀请旁人合作 即便是亲朋好友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反目成仇的例子 也不在少数 康修 原顶山竟然在 烈火殿的势力范围 那我们到时候 还得小心行事才行 否则被烈火殿的人 发现了 可不好办 杨开听完 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他在风陵城的日子虽然不长 但对烈火殿还是多有耳闻的 风陵城附近的势力 原本也就只有烈火殿 能与城主府相抗衡 因为风陵城中 实力最强的是城主段元身 有道远两层镜的修为境界 而烈火殿中 同样也有一个道远两层镜的 罗姓殿主 只可惜 那罗姓殿主在玉清身中 被那上古圣灵 鸾凤一口灭尸黑眼给烧死了 如今的烈火殿 应该实力大减才对 杨秀放心就是 康斯然文言一笑 此前我找一个朋友打听过了 烈火殿如今可是自顾不暇 哪有功夫去管我们啊 这话怎么讲 杨开恶人 康斯然道 杨秀您该听说了 烈火殿原本的罗殿主 陨落在玉清山中的事吧 杨开点头 心想何止听说 当时自己也是在场的 若非有玄界柱可以躲藏 也肯定跟罗殿主陪葬去了 罗殿主陨落 烈火殿上 烈火殿如今是一片散沙 殿内剩下的两位副殿主 如今正在忙着争权夺利呢 消息可靠 杨开眉头一扬 自然可靠 康斯然微微一笑 且不说他们如今正在争夺权力 而且那原顶山 本就是在烈火殿的势力边缘处 极为荒凉 我早年来探索的时候 连一个人影都没看到 所以杨夺不用担心太多 这一次我们只要小心行事 必定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这样最好 杨开满夜喊手 当下两人便不在这事上多说 而是随便聊了起来 两人都是虚王三层镜的修为 修为境界相同 都准备要冲击道远镜的平静 自然有许多共同话题 一路上交流修炼经验 和自身对道远镜 以及法则之力的理解 时间过得飞快 期间 两人轮换着操控那长缩飞行秘宝 好让每个人的力量都能得以恢复 一晃三日后 一座宝顶模样的山峰 映入了两人的眼帘 那就是圆顶山了 杨开抬头问道 不错 康斯然的目光之中 折射出一丝火热之意 仿佛对前方那山峰极为向往 在五色宝塔内 他没能得到道远果 在拍卖会上 他也没有足够的彩礼去敬佩 如今他敬升道远镜的希望 就全都指望着 公孙木的洞府了 自然大为期盼 那洞府内有炼制好的道远灯 忧得康斯然眉头一皱 宁神朝前方望去 与此同时 杨开也胡疑道 不对啊 康掌柜 那边跟你说的不太一样 好像很热闹啊 以杨开的眼里 即便隔了几百里之举 他也能看到那边 有不少人影窜动 时不时的 还有一两道流光 飞上飞下 显得颇为热闹 康斯然不禁脸色一沉 一下子站起了身 而就在这一时 迎面飞来一道红光 红光之中 模糊着站着一个人影 直直地朝两人迎来 康斯然脸色一变 连忙控制自己的飞行秘宝 停了下来 片刻后 那红光飞到近前 光芒散去 露出一人的身影 这人看起来年纪约莫三十 有着虚王两层镜的修为 穿戴的衣服上 胸口位置处 有一把烈火燃烧的标记 喝为扎野 烈火店的弟子 康斯然一正 扭头看了看杨开 杨开缓缓摇头 示意他烧弯物造 就在这一时 前方的烈火店弟子 开口喝道 此乃我烈火店势力范围 所内的朋友 还请现身一见 康斯然皱了皱眉 沉饮片刻后 给杨开打了个眼色 这才身性一晃 与杨开 齐齐露出身形 对方烈火店的弟子 神念一扫 发现 康斯然和杨开的修为 都比他要高出一层 倒也没有丝毫惊慌的意思 而是抱拳道 敢问两位朋友 可是为这远顶身而来 康斯然闻吟 不禁心中一突 险些误以为 自己这次的秘密行动 已经暴露了 一时竟不知 该如何作答 好在杨开立刻 把话接了过去 开口道 不错 不错 既然都是为了 远顶身而来 那便随我来吧 那烈火店弟子闻吟 到丝毫不显意外 反而还冲两人一招手 领头朝远顶山的方向飞去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